我妈妈 她不是在路上碰到过我妈妈了吗 她还 就是她已经碰到过一次我妈妈的家人 然后昨天下午我回妈妈家去见一下妈妈 不会吧 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 不至于吧 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觉得我不喜欢她 这个 应该不会吧 正常这个女儿回妈妈 家然后见见妈妈 这个很正常吧 一定要见妈妈还要带一个带着她吗 应该不会吧 可能是啊 那我们问问她好不好 我要问问她 我还是问一问她吧 你等一下我去叫一下她啊 家人们 等我一下 我去喊一下她 你们别走啊 待会儿 天到了 我 我 在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家人们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我去喝个口服液 欢迎啊 欢迎大宝 喝了口服液 我去家人们聊两天 大家晚上好 可以把牙齿给咬崩了 我来吧 你给我咬这个吧 咬开了 我牙厉害吧 哈哈哈 他笨死了 给大家看一眼 咬了 我们俩下次比赛 谁咬的比较厉害 好不好 我第一次咬 知道吗 晚上好 家人们 嗯 感觉好多天没见到你们了 是不是啊 感觉好多天没跟你们聊天了 几天了 两天 两天了 怎么感觉两天时间有点长啊 嗯 我都想你们了 想跟你们说说话了 然后今天晚上又是 来躺躺姐姐家直播了 我刚才在外面 呃太累了 我就按一下那个 按摩椅 挺舒服的那个 这件这件衣服是躺躺买的 家人们他现在基本上你们能看到的大多数衣服都是我买的 就是哎呀哎呀压着裙子 哈哈哈 就是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那天 呃在张总 啊家人们我跟你讲哦 这个大宝他 不是我夸我自己 他没有我根本就不行 你知道吗 嗯 就是呃有两天就是 就那次去张总的那个 公司 嗯 然后小慧来闹闹的那一天 然后我们录那个视频 你们去翻看一下 大宝穿那件衣服多难看 有啊 有那件衣服很难看 你知道吗 就是那是因为那两天我们两个在生气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我就没有帮他挑衣服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就穿了一件衣服 然后去张总的公司 我我当时虽然很生气啊 但是我脑袋里面还拱出了一个 你看没人管 这男生没人管真不行啊 对对对 就那个花衣服 家人们你们说那个花衣服是不是不好看 觉得不好看的扣个一 哈哈哈 不是夜市买的吧 不是不是夜市买的 那个衣服真的不好看 家人们 此题片买的 真的不好看吗 真的不要再穿了以后我给你买 然后因为我喜欢给他买这种 镜色一点的衣服 嗯 黑白灰啊 这种就不会出错 然后看起来 人也就是比较沉稳一些嘛 那种花花的就很像 黑那个什么摄什么灰 你知道吗 哪有这么夸张 没有了 就是比较浮夸 反正以后我给你买了 对对家人们 嗯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我给他买吧 因为我虽然给他买衣服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不太会出错 挺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家人们你们自己说拍了那么多视频 是不是穿的最难看的就是那个花的那个衣服 就是那个花的衣服是他自己的衣服 你知道吗 是吧 有这么难看 那衣服真的不好看 你信叔叔阿姨们的 叔叔阿姨们的眼光很好的 真的那个衣服不好看 家人们说是不是啊 真的有那么难看啊 没关系了啊 那件衣服我还挺喜欢穿的 别穿了 你喜欢花的 下次我给你买一个花的 但是可以花的 花的再 再朴素一点的花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家人说太土了 好吧那下次我不自己买了 这个领子 这个领子你回去你要运一下 因为他现在不是因为在河南他住酒店 就没有办法收拾 你回家的时候就这种还是要这样运一下 不然的话你出去你见客户的时候 万一撬边了就感觉不太好知道吗 感觉感觉衣服就一下就掉价了这样子 还是女孩子比较注意这些东西 男孩子不大注意这些东西 对女商的话会比较喜欢研究这个东西 他比较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形象什么 因为他他好像都专注在他自己的工作里面这个样子 对我专注在工作平常 啊衣服就没没太注意知道吧 嗯 你你穿不穿西装 其实家人们我有问过他他好像不太想穿 我不大想穿但但可以穿一次吧 可以买一套买一套就好了 有时候可以穿一下 西装如果你想穿着合体的话 就还是要定制 就是你去店铺里面买那种的话 就没有那么合身 应该可以吧 我身我身材比较标准 应该还行 不是你的身材标不标准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定制西装 就是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它的特色 就比如说你其实某一个地方 是比普通人更加漂亮的 然后那我们那个西装就可以 可以着重把那个地方给你修饰的更加漂亮 这个样子 所以说很多男生喜欢去做这种定制西装 家人们知道吧 跟那种你买的成品的话 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嗯 我以前就买过成品的定制我还没试过 那要不定一套 嗯 你这两天我安排那个 不是 不是我安排 我请那个 嗯 你安排啥了 那个家人们 背背背背背 哈哈 懂得家人们打个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又造刺了造刺了 那个哈哈哈哈 真的是造刺了我 哈哈 没有没有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 吓死我自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 说说啥呢 没有没有安排 就是我 我想说就是那个 我 我麻烦一下 请一下这个 我的朋友 然后带你去那个 量一下体啊 什么的 就麻烦一下人家 对说错话了 说错话 说错话 哈哈 那不用麻烦了 下次再说吧 没事的 不麻烦 不麻烦 哈哈哈 哎呦 我这个真的是 嗯 就是 但是但是广州有点热 广州有点热 现在穿不上 去给你定一个麻料的吧 去给你定一个那种 麻料的那种 现在穿穿穿西装 哈哈哈 根本穿不了 我根本穿不上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怕热啊 在广州太热了 怕热 那你有时候见客户的时候 人家都西装革领 那我穿这个就可以了 这不行 可以 这你要见客户 这衣服的档次又不够了 够了 够了 档次不够 魅力来补 用我的人格魅力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也可以啊 用衣服 那也不行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其实 很多人到他到一定 一定一个 一定一个 什么层级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随便穿 呃 就是不用开很好的车 不用穿很好的衣服 都没关系 但是 对于像我们这种创业初期的人 对吧大宝 就是 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背景哈 然后如果说 就是不搞一点这种 呃 外在的就是 这样的话 客户会没有那么信任我们 家人们 你们能理解吗 理解扣个衣 就反而正是因为我们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外在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为了让别人对我们 在谈生意的时候 更加有信任感 其实当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大佬的时候 其实反而就是你随便穿就可以了 这样子 嗯好吧 我我听 我听家人的 家人的都 家人们都说让我听你的 那我就听家人的听你的 对 对 嗯 好 那就那就 那你就安排吧 我我安排不了 我找朋友帮下忙 对这样 哈哈哈哈 你朋友挺多的啊 嗯 还行吧 还可以 也就那么几个你都见过了 还有人说那个小峰 嗯 说小峰陪我们去看电影啥的你不开心了 是这样子吗 嗯 不是 那个小小峰太热情了 哈哈 热情的让人家无法寄写 哈哈 你跟家人们讲讲河南人有多热情 嗯 反正 荷兰人这边 然后反正 反正特别热情嘛 然后反正 带你出去玩 然后吃 玩完了还得 然后带你出去吃 各种吃 反正 基本上荷兰的大大小小的从很多吃个遍嘛 从那什么 啊 反正 很多啊 我现在就记不清了 什么 啊 反正特别热情嘛 那你会因为就是很多人陪你你不开心吗 嗯 不会啊 就太热情了吧 太热情是好还是不好 嗯 太热情 嗯 是是好吧 是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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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反正 就是 嗯 然后他们都经常啊 经常也找我出去玩 嗯 嗯 因为因为家人们有的去说就是说 嗯 是可能会担心说是不是 嗯 你不开心是觉得说 嗯 我身边 有很多 嗯 人天天跟着我们 还是总是陪着你吃吃喝喝 会吗 嗯 也不是吧 然后反正 嗯 就是太热情了 然后跟我们 就是那边的人就 啊 不大 不大一样 我们那边的人稍微就是 啊 不会说这么好客啊 热情的 稍微会少 低一点 我是不是卡了家人们 我调一下网 没有吧 我卡了是吗 有点 有一点 家人们卡不卡 我调一下网 我调一下网 这下应该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再试一下 我看看卡不卡了 家人们帮我点点赞 我刚才关了一下去调网 现在应该是好了 家人们 好了 不卡了 不卡 嗯 你跟家人